好 那么今天呢 是我们朴全传道士来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用掌声来欢迎鼓励他 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感谢神引领我们来到他的殿当中来敬拜他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十二节到二十节的经文 马可福音十一章 十二节到二十节的经文 想不到能够翻开圣经 找到经文一起来读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十二节到二十节的经文 那我们一起用其应的方式来读 我先读一节 然后大家读下一节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十二节到二十节 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 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正殿 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 从殿里经过 便叫醒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得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 你们道使他成了贼窝了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耶稣除成 我们一起来读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Amen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要感谢您赐给我们点 引领我们来到了主的殿当中 引领我们来到了神的话语面前 愿主的话语向我们敞开 主要让我们能够听见 让我们能够明白 也让我们能够醒出来 愿主的圣灵引领我们 愿我们同在 感谢主一声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经文是发生在寿难周的周一 其实下周的主日 也正好是寿难周的一个开始 其实在寿难周当中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看的话 在寿难周的周日的话 耶稣他骑着旅居 然后是登陆了耶路撒冷 就是象征着寿难周的一个开始 然后就是周一 寿难周周一的时候 耶稣他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洁净圣殿 而就周二 周二的时候 耶稣他与法利塞人和撒都该人 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一个辩论 并且在那天 耶稣他预言了圣殿 必将会被拆毁 那么到了周三的时候 当时的犹太人的工会 这个工会名叫桑赫德林 他们就决定要杀掉耶稣 而且犹大在暗中 他已经建了这个祭司长 已经出卖了自己的老师 而与此同时 玛利亚也拿着香膏 也膏抹了耶稣 又预备了耶稣的安葬 然后受难周的周四 被称为是历圣餐日 因为在那天晚上 我们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们 吃了最后的晚餐 然后耶稣为自己的门徒洗脚 在科西玛尼远祷告 门徒们的背叛 都是在这一天发生的 周四那天 而周五的话就是圣周五 也叫做耶稣受难日 那么耶稣被抓 然后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周六的话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而周日 周日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因为是主复活的日子 所以我们将周日称为是主日 是这么由来的 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一中当中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而今天的经文内容 就是发生在受难州的周一 那么在这一天呢 耶稣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咒诅了无花果树 那无花果树枯干了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耶稣捷进了圣殿 那么可以想象一下 受难州周一的话 那么距离耶稣 他被钉死是倒数第四天 当我们的人生只剩下四天的时候 我们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做的事情 肯定是对于我来说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耶稣也是一样 他知道自己离定十字架的时间 已经非常的近了 因此这个时候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或者是每一个行为 都是有意义的 并且是意味深长的 所以说耶稣咒诅 无花果树 洁进圣殿 他其实有这个含义的 那么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含义呢 今天这两个事件呢 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含义 而今天呢 我就想通过这两件事情 想跟大家来分享内容 就一点内容吧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 让我们再次来看一下 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经文 十二节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一起 第二天 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 到了树下 竟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这个内容发生是第二天 第二天 那么第二天的话 我们可想而知 就是耶稣骑着旅居 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二天 那么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 耶稣他并没有在 耶路撒冷场里过夜 而是出了耶路撒冷 去到了一个地方 去到了一个叫 伯大尼的村庄 在那里过夜之后 第二天呢 他又带着门徒们 从伯大尼出来 再次进到耶路撒冷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在整个 受难周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知道 耶稣他没有在 耶路撒冷里面过夜 他每天晚上 都是会出来的 其实伯大尼这个地方呢 距离耶路撒冷不远 就三公里 三公里的话 我们步行的话 不到三十分钟 这个距离 很近啊 而现在呢 耶稣就带着门徒们 出门了 那么在十二节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带着门徒 离开伯大尼的时候 当时耶稣的状态 什么状态 饿了 耶稣饿了 应该是没有吃早饭 而恰巧这个时候 耶稣在去往 耶路撒冷的路上 远远地看到了 一棵乌花果树 应该是一个 枝繁叶茂的 很大的一个乌花果树 为什么 因为远远就看到了 说明这个树很大 也很茂盛 那么树既然这么大 这么茂盛的话 我们理所当然的 就会认为 这个树上应该是 结满了果子才对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耶稣带着这样的期待 来到了这棵 乌花果树 下面的时候 却发现树上 却没有任何的 一棵果子 本来想吃点 乌花果树 想冲击的 但发现 根本就没有果子 十三节经文写到说 到了树下 竟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非常的茂盛 走近了 但是发现 没有任何的果子 在十三节经文当中 会反复的两次强调 叶子很多 但是没有果子 很强烈的一个反差 那么耶稣在看到 这乌花果树 茂密的 茂盛的乌花果树之后 没有果子之后 他没有就是扫兴离开 反倒是做了一件 非常极端的行为 什么行为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咒诅了 这棵乌花果树 十四节经文写到说 从今以后 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其实在十三节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描述 这里描述说 因为不是收 无花果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时无花果树 是不能结果子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 耶稣在看到了 这个无花果树 没有果子之后 咒诅了呢 明明不是这个季节 那么看到这里 我们就会疑问 为什么耶稣 要做出这么 极端的一个行为 他的行为看起来 有点不讲道理 有点不讲道理 我们会疑惑 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 甚至 在我们认知当中 耶稣的形象 也不是这样的 在我们认知当中 耶稣他是温柔的 他是有耐心的 是不轻易发怒的 一个形象 但在今天经文当中 可以看到 耶稣好像有点不讲道理 那么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饿了 一下敏感了 然后气急败坏 一下就咒诅了 真的是这样 有的神学家 这么解释的 说当时是 少年周的周一 马上就要被钉死了 耶稣这个 stress 很多 很多 为了发泄 这个stress 他就咒诅了 五花果 所以有的人这么解释的 还有的人 还有的人是怎么解释的 像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罗素 哲学家罗素 英国哲学家罗素 他就是在这个 他的书 一本书 书名叫 《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当中 他就举了 这个段内容 就说 你看耶稣 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 没有理性的 是不讲道理的给人 所以我不信 是这么去说的 所以说 不论是我们信主的人 还是不信主的人 看到这段经文中 他会疑惑 会疑惑 那么耶稣 为什么要做出 这样的行为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想了解的话 首先得明白 当时的无花果树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生长周期 在以色列中东地区 无花果树 通常它是会一年结 四到五次的果实的 四到五次 第一批果实是什么时候结的 是从三月末到四月初的时候 会结出第一批果实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是无花果树 第一批结果子的时候 而且的这个第一批果子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是专门称呼这第一批果子 叫Page Page 在我们在圣经当中 福音书当中 会看到一个城市 叫伯法棋 伯法棋的法棋 就是Page的意思 伯是城市的意思 所以说伯法棋 是无花果树的城市 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么第一批果实是Page 而这个果实被吃掉之后 摘下来之后呢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结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而到了第五批的时候 通常是十月份 这个时候的果实是最好吃的 我们刚刚是可能会认为 新鲜的嘛 第一批肯定是最好吃的 但不是 无花果树 反倒是第一批是最小 最酸 最难吃的 是卖不出去的 所以当时杰出的第一批果实 这个Page 它是给穷人们吃的 或者是路上的游客们 他们经过的时候得冲击嘛 所以他们会摘下这个去吃 是这样的一个果实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啊 在今天经文当中 他寻找这果实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雨夜节的时候啊 其实就是三月末 四月初的时候 因此其实耶稣来到这个树前面 他寻找的并不是那所谓的 完全的成熟的那个好的果实 他其实想要吃的是那个Page 第一批的 不好吃的那个果实 他想要的是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这个十三节当中 不是说因为 不是说无花果的时候吗 这无花果什么意思啊 这个无花果的时候 这无花果吃的就是 最后一批的 最好的那个果实的意思 这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在圣经当中描述的这个 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指的是现在 不是那最好的那一批 无花果出来的时候 但是因为是三月末 四月初嘛 第一批最小最难吃的果实 应该是要出来的 而耶稣现在找的是这个果实 第一批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树啊 非常的茂盛 又高又大 但是却看不到任何的果子 所以耶稣就皱住了这棵树 那么我们可以想啊 那为什么非要皱住才行吗 没果子那我就不吃 就走了 算了呗 非要皱住它才行嘛 其实我们要知道 耶稣这样的行为啊 他通常被称为是比喻行为 比喻行为 看起来是让人无法理解的行为 但其实他的行为当中是 含有更深刻的一个含义的 被称为比喻行为 在圣经当中很多 在我们的圣经之外也可以看到 举个例子 像大家都知道 江太公钓鱼嘛 他钓鱼的时候用什么样的钩子 用直钩啊 直钩去钓鱼 是没有鱼饵的 什么意思 他的行为 这个行为根本就不是为了钓鱼 是为了钓人啊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种行为 不合常理的行为 其实就是一种比喻的行为 耶稣的这个行为 在无法果书当中 诅咒无法果的行为 其实是圣经当中 很典型的比喻行为 这个行为 其实是有一种象征性的含义的 那么象征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象征着 当时对圣殿的一个审判 对圣殿的审判 其实在旧约当中 这无花果树 通常是会象征以色列的 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民族 以色列国家 通常是会比喻为 是无花果的 在和西亚书的 九章十节当中 有这样的经文 说无花果树上 初熟的果子 把这个比为了 当时的以色列 无花果树 春季初熟的果子 不就是我们刚才说 那个Page吗 就是那个以色列 所以说今天经文 跟和西亚书 也是契合的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当时的这个无花果树 其实指的是 当时以色列百姓的 属灵的一个状态 耶稣啊 祂期待的 祂想要的是 以色列百姓 至少能结出 最小的 最难吃的那个果实 因为耶稣在 我们知道 施工三年 整整三年 很多的人被医治 很多人被教导 很多的人也听到了福音 但是以色列百姓的 属灵状态就是 连最小的 这个初熟的果子 也结不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们依旧是深深的 陷在了那个 形式主义的信仰当中 但在今天经文当中 除了在指代 以色列百姓之外 这个无花果树 更是在指代 当时的圣殿 当时的圣殿 那么从哪里 我们知道这个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经文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结构 我们今天经文的范围 是12节到20节 12节到20节 可以分为三段 那么第一段 是12节到14节的经文 内容就是 耶稣咒诅无花果 然后就是15节到19节的经文 讲述的是 耶稣洁净圣殿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20节 耶稣再次来到了 那被咒诅的 无花果树前 开始讲道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从结构上排序上来讲 今天其实有什么呀 ABA的一个结构 很典型的ABA 无花果树 圣殿 无花果树 通常是首尾呼应的 我们知道这样的结构 ABA的结构的话 它的重点往往是哪里 中间的那个 最中间的那个B 才是中心 所以说今天结构 无花果圣殿 无花果 从结构上 其实就在不断地暗示我们 这两个无花果 其实就在指在中间的这个圣殿 指的是这个圣殿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耶稣他咒诅无花果树的行为 不单单不是什么 这个性格突然一下敏感 不是啊 耶稣他是有一个象征性的含义的 是对当时 耶路撒冷圣殿的一个审判 因此我们要知道 这棵枝繁叶茂长得又高又大 但是却没有果子的 这个无花果树 不单单指的是 当时以色列百姓的 属灵的一个状态 更是指当时的圣殿 更准确地说 就是当时那个圣殿 极其地华丽 礼拜非常地多 人也非常地多 但是他们的内核 他们的本质 却是完全地腐败 没有任何的真理 没有任何的话语 其实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的信仰 是以圣殿为中心的 他们的一切的信仰活动 都是在围绕着圣殿而展开的 那圣殿为中心的信仰 其实看起来确实很好 很华丽 然后呢 就像这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 吃烦叶茂 郁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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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 远远上一看的话 好像是一棵好树 但是当你走进去看的时候 发现是不会有任何的果子的 其实此时此刻 以圣殿为中心的 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就这样的 全都是虚假的外表 但他们的信仰内核当中 没有真理 什么都没有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时圣殿非常的宏伟 非常的美丽 而且当时圣殿里面是人山人海 他们的礼拜 不能说是礼拜 他们的祭祀是一场接着一场 是不间断的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第三圣殿 也就是西律圣殿 西律圣殿它墙面上镀的 不是磁砖 也不是图的 也不是油漆 镀的是金 黄金 黄金 所以说当时啊 因为耶路撒冷圣殿 是站在山顶的 建在山顶上 所以人们白天看耶路撒冷圣殿的话 是金光闪闪的 没有办法去指示 到了这种程度 而且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砖啊 砖都是二十米长的砖 二十米长的石头 并且砖和砖之间都是会镶嵌着金子的 可以看到非常的华丽啊 不单单华丽啊 耶路撒冷圣殿非常的大 包括它的外院的话 是十二个足球场那么大 很大 然后他们做的礼拜是不间歇的 不断地在进行的礼拜啊 在这个AD66年 AD66年就主后66年的时候 这个西律圣殿它会完工啊 它会竣工啊 竣工的那个安息日 他们会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献祭仪式嘛 献祭的时候献了多少只羊呢 献了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头羊啊 安息日我们知道 安息日的话 这个渔夜节安息日的话 是从安息日开始 安息日就是八天的时间 要献上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头羊 简单算一下 八天时间啊 二十万除以八的话 少了算三万啊 那么每一小时呢 一千二百五十头 每分钟二十头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以色列百姓 他们以圣殿为中心的这个信仰 或者他们的这个礼拜 他们的这个外表是多么的华丽 人山人海 停不下来的祭祀 所以在马可福音的十三章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的门徒们就指着那个圣殿 他们赞叹 赞叹这么说的 说夫子请看 这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殿雨 但是耶稣在面对这样的赞叹的时候 他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说你看见这大殿雨吗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信仰 它只是有外在的一个华丽 没有内在的本质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 它的中心是圣殿 圣殿的中心是至圣所 至圣所的中心是约柜 那么约柜里面的中心是什么呀 神的话语 神啊 神才是这个礼拜的一个中心 他们信仰的核心是神 但是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 他们的神现在在哪里 犹太人的神在哪里 特别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在哪里 他在圣殿外面 他在圣殿外面的橄榄山上 在现在看着 远远地望着这个圣殿 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圣殿 这就是当时的 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状态 外在非常地华丽 但是内在却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本质 没有神的话语 没有神 也没有耶稣基督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耶稣才会去捷径这个圣殿 那么来看一下 耶稣捷径圣殿的过程 就是15节到20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15节到20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其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 推导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 从店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 你们到时他成了贼窝了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 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Amen 15节经文当中可以看到 耶稣他咒住了无花果树 然后进入了圣殿里面 准确地说是进入到了圣殿里的外邦人的院当中 这个外邦人殿当中有四位的一个走廊 通常这里说的这些买卖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在这个走廊里面进行的 那么这个时候耶稣来到了这里 来到了买卖的地方 来到了换钱的地方 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 那么可能会想 为什么在圣殿里面会有买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呢 其实这里当时做的买卖 通常是会买卖寄物 因为以色列的男子 只要是成年男子的话 他们每年都要三次来到耶路撒冷 要朝圣要做礼拜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要准备寄物 寄物的话通常是要从自己家里带过来 但是带过来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会发生 那个寄物就变得有瑕疵了 所以说比起把自己家里的寄物拿过来 还不如拿着现金过来 然后在圣殿里面用钱买寄物 当然肯定是更贵的 而现在在这个外邦人店里面 所进行的买卖就是这样的买卖 人们在买卖寄物 然后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是换钱 那么到底换什么钱呢 其实这里换的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是为了圣殿税 因为从出埃及之后 以色列的男子只要是满20岁的人 他们每年都要去缴纳圣殿税 这个圣殿税是半舍可乐 那么既然是要缴纳圣殿税的话 为什么要换钱呢 因为当时是罗马统治的时期 他们罗马统治时期 那通用的货币是罗马的银币 但这个罗马银币是没有办法交为圣殿税的 为什么 因为银币的这个账面 刻的是谁的头像 刻的是凯撒的头像 所以以色列百姓认为 这样的银币放到神的柜里的话 那就是犯了十戒命当中的第二个戒命 所以说要不断地兑换钱 换成舍可乐 那我们知道换钱的 那肯定有高额的手续费 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圣经当中 卖卖买卖寄物的 还是换钱的 都是这样的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 商人们吆喝的声音 讨价还价的声音 牛 羊 鸽子的叫声 全部掺杂在一起 乱哄哄的一幅场景 当然在这商业的背后 还有得到更大的利益的人 这群人是谁呢 就是萨都该人 萨都该人是得到利益的这群人 我们经常在圣经当中看到 会提到法利赛人跟萨都该人 其实法利赛人跟萨都该人比的话 法利赛人好多了 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挺高尚的 他们不在乎钱 权利这些东西 他们计较的是律法 他们计较的是条例 但是这个萨都该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罗马政府设立的宗教傀儡 他们是代理的统治者 所以他们是喜欢钱 喜欢权利的 因此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 萨都该人是不幸复活的 为什么不幸复活 因为他们已经在这地上享受了 很多的权利跟钱了 他们不想要复活 这地上已经就够好了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圣殿当中所有的买卖 收的这些税 租金其实全都是被萨都该人给收走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圣殿这个场景 本来是应该敬拜神的地方 但是这里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大型的一个割韭菜的一个现场 萨都该人割商人 商人割以色列百姓 是一轮一轮的割 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是这样的一个现场 也正因如此 耶稣他非常的愤怒 他在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五节当中 是这样的 这样描述的 说耶稣就用绳子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殿去 到处对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耶稣愤怒了 他掀开了桌子 然后打破了一切 因为这本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 现在却成了满足自己私欲的地方 本应该是充满读经的声音 祷告的声音的地方 现在充满的全都是商人的买卖 吆喝的声音 本应该是圣节敬钱的地方 现在却成为了充满欲望 金钱交易的一个地方 从外表上来看是华丽的 金光闪闪的 人潮涌动的 就像那无花果树一样 是知凡业貌的 但是它本质当中却没有神 没有话语 没有祷告 什么都没有 这才是耶稣 捷径圣殿的一个原因 因此捷径圣殿这个行为 其实在宣告一个什么信心呢 就在宣告着 以圣殿为中心的 以色列的信仰 已经彻底结束了 以圣殿为中心的 以色列的信仰 时代已经结束了 从今以后 就像这无花果树的根 都干了一样 从今以后 圣殿里的一切的祭祀活动 所有的礼仪 它全都要废去了 要没用了 为什么 因为马上 耶稣基督 他要定设四字架 第三天复活 通过他复活的身体 他要建立的一个 是全新的圣殿 全新的圣殿 所以在约安福音当中 耶稣在捷径圣殿完之后 他会说这样的话 他说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 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 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 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耶稣捷径圣殿 其实就在宣告 西律圣殿 还有那些所谓的形式 外在的一切 全都要废去了 一切全都要废去 而从今以后 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 这新的一个殿 全新的一个殿 因此 无花果树被咒诅 耶稣洁净圣殿 这两件事情表达就是一个含义 圣殿为中心的时代结束了 而以基督为中心 以信心为中心的 全新的一个信心的时代 信仰的时代 开始了 这就是今天经文的信息 耶稣基督 他作为逾越级的羔羊 钉死十字架 他作为祭物 一次性地向自己献上 当他钉死的时候 账目是自上而下地撕开的 本来是断绝神和人的关系 但是撕开了 也就是说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恢复了富与子女的关系 从今以后 我们所有的人就 没有必要再去进入到 西律的圣殿当中 再去买祭物 再去交圣殿税 再去献祭 再去为自己赎罪 没有必要了 一切全都结束了 从今以后 耶稣基督 他一味 对我们信仰来说 就已经足够了 足够了 兄姐们 其实今天经文 在今天经文当中 我们要看到是这个 华丽的圣殿 华丽的仪式 祭祀 祭物 都废去了 一切的外在的 那些我们看为好的形式 都废去了 而剩下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 他一味就足够 因此通过这段经文 我们要回顾我自己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礼拜 我们的教会 应该要回顾一下 我们教会今天的标语 是基督勇敢地见证 但我们礼拜的标语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是音信 在他里面 我们信仰的中心 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经常会想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的服饰 跟耶稣有关系 我经常会想这样的问题 面对服饰的时候 刚开始会埋头去做 埋头做的时候 突然抬起头 我就会想 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和耶稣真的有关系吗 一想到这儿 其实我是后怕的 假如要是和耶稣 没有关系怎么办 以前我刚读神学的时候 刚开始 就读完之后 就有点骄傲 张口闭口 都是什么神学家的名字 后来一位 我很尊敬的宣教师 他就看了我那个状态之后 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用韩文说的 因为韩国宣教师 他说 神学要成为你的信仰 这个韩文是押韵的 这中文就不押韵了 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神学也可以和耶稣 没有任何关系 神学也可以和耶稣 没有任何关系 弟兄姐妹们 我们需要回顾我们自己 我唱的赞美 我读的圣经 我参与的服事 我的礼拜 我的工作 我的家庭 真的和耶稣有关系吗 就像我们做一对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堕图 堕图旁边有很多的内容 圣经 祷告 交通 传福音 服事 顺服 试探 很多 但这些内容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那中间的耶稣基督 没有他的话 一切啊 一切的一切 全都是毫无意义的 其实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我的读经 可能和耶稣没有关系 我的祷告 甚至都有可能 和耶稣没有关系 而当这一切 真的和耶稣没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剩下的什么呢 剩下的只能是 宗教性的自我满足 宗教性的自我感动 宗教的自我陶醉 和自我欣赏 剩下的只是这些 而耶稣呢 他在外面 圣殿外面 在橄榄山上会 冷冷地看着我们的 撒玛利亚妇人 他找到了耶稣 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说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都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妇人 他心里其实有一个心结 一直没有解开的 那就是他的这个礼拜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礼拜 因为当时撒玛利亚妇人 没有办法去到 耶路撒冷圣殿去礼拜 他只能去撒玛利亚 那基利辛山上 那个假的圣殿去礼拜 犹太人说 你们的那个圣殿是假的 你们的礼拜不对 那撒玛利亚妇人 心里其实是有个疑问 那么我的礼拜 到底是不是礼拜 面对这样的提问 耶稣他是这么回答的 到时候如今就是了 真正拜父的 是要用心里诚实拜他 然后那个妇人 就紧接着又问了 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他来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耶稣又回答 他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一段对话 一段对话 且就在告诉这个妇人 你的礼拜到底是真的 是假的 不是在于你是在 耶路撒冷圣殿 在基利辛山的那个假圣殿 而是在于你 到底有没有那位耶稣基督 今天这个经文 是耶稣他受难的 这个第一周一 距离定死倒数 第四天的时候发生的 就在告诉我们 抛开所谓的一切的形式 恢复基督为中心的信仰 其实以色列百姓 将耶稣就拒绝在了 那个圣殿外 其实我们也是 我们的灵命 我们每一天的生命 真的把耶稣邀请到我 内心的那个深处了吗 还是将耶稣拒在了 我的门外呢 启示录三章当中 有一段内容 就是耶稣他写给 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信仰 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评价 什么呢 是不冷不热 所以我必把你 从口里吐出来 为什么老底家教会 会不冷不热呢 原因就是一个 因为他们把耶稣 拒在了门外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这样的话 看到我在门外扣门 若有人听见 我的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里面 我与他 他由我要一同作息 这句经文不是写给初信者的 不是说你不信主 那就我要进到你里面 你来信主 不是这个意思 这句经文是写给 已经信主的教会的 但是这个教会出现的问题 什么呢 他不冷不热的 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在门外的 所以耶稣说我要扣门 我要进去 我要和你一同作息 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是 我们在这疫情之后 我们的信仰 也是消沉下来的 甚至会不冷不热 怎么样才能够解决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再次邀请 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的里面 我每天其实主 他通过话语 其实就在我们心门上扣门 通过祷告 他就是要进入到我们里面 通过灵修 他就是要进来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不给他开门而已 我们把他拒之门外而已 所以我们每天要做的 就是要恳切 要去恳求 求他能够进来 求圣灵带领 求主能够再次恢复 我心里面的那个主的热心 这是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 它才是我们信仰的本质 它才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支柱 其他的形式 外在看着好的 其实全都是没有用的 这是我们要看到的 今天今晚我们知道是马可福音 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谁写给谁的 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给在罗马的基督徒的书信 当时为什么马可要将这书信写给罗马的基督徒 因为当时的罗马基督徒正在遭受非常残酷的逼迫 在这个AD64年的7月17日 罗马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尼路皇帝 他就是放火烧了罗马城 当时罗马他一共14个区 结果烧毁了3个区 很大的一个火灾 这疯子皇帝他稍然放往火之后 就发现了不对 于是他就甩锅 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了基督徒 然后就开始疯狂地逼迫当时的这个教会 所以当时基督徒被抓起来 然后有的人被拉到原形斗兽场 然后那喂野兽 有的人身上抹上松枪 松枝 然后一把火点燃 当这个灯就烧着 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是遭受很严重的逼迫的 而这个时候是马可写给当时的基督徒的书信 他们面对这样残酷的逼迫的时候 罗马基督徒怎么办 他们无处可逃 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往地下走 往地下走 我们知道 去罗马旅游的话 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洞穴 地下墓穴 地下墓穴就是从当时开始的 当时以色列百姓 他们面对逼迫无处可逃 所以那就选择了进入到地下墓穴当中 我们其实无法想象 当时那个环境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自己的孩子在地下墓穴当中要长大 或者是自己的二十 刚成人 二十岁的大好青春 要在地下墓穴当中要度过的话 其实很窒息的 我们三年在家里 自己做礼拜已经就很窒息的了 但是当时他们是要在地下墓穴当中要礼拜 而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册子 开始在人之间传越起来 而这个册子就是马可菲 其实马可菲的信息很简单 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受难的仆人 你们不要怕 你们受到的苦难 其实耶稣基督他都知道 他会替你们担当 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信念的 所以当时就流行了一个符号 什么符号呢 就是这个鱼的符号 有的人在圣经当中会看过这个鱼 鱼是什么意思 不是五饼二鱼的鱼 这个鱼是耶稣鱼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鱼的含义 因为当时那个鱼是什么呢 是确认这个身份用的 有的时候在自己家门口画鱼的话 那就会知道这家是姓竹的 然后在这个公共的场合 在公共的场合 我要确认对方的身份 地下党 他会用手然后沾点水 在上面画鱼的上半部分 然后知道这个暗号的人 就会沾点水 然后画下半部分 表明自己的身份 是这么去确认身份的 那这个鱼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PPT当中 其实五个单词的一个 说在一起的一个内容 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 其实当时在遭受 最严重的逼迫的时候 支撑他们信仰的 只有这一句话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也就是马可福音的 一章一节的经文 我们知道马可福音 一章一节什么内容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就是他们信仰的根基 我们可以想象 在那个墓穴当中 他们点着蜡烛 在昏暗的潮湿的环境当中 读着圣经 他们读到的 这个经年经文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想到 虽然我们已经 没有了华丽的圣殿 虽然我们已经在 阴暗潮湿的地下 虽然我们没有了 流畅的礼拜的顺序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赞美 但是即便是在 这样的墓穴当中也是 只要有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的信仰 就是被神喜悦的 他们是在这个信念 活下去的 没有别的了 没有别的 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呢 我们的信心的中心 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礼拜的中心 到底是什么 支撑我的信仰 生活的最核心的内容 是什么 是不是耶稣基督呢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福事 我们的宣教 福音 读经 祷告 一切都应该聚焦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要恢复 对他的一个热心 我们要恳求啊 主啊 求你进来 我们要恳切 求主的圣灵 再次赐给我们的感动 让那个不温不弱的生命 再次被点燃 再次回复过来 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 也是通过今天经文 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内容 因此真心的 就让我们弟兄姐妹们 在这个 真的是 马上就要 圣灵周开始了 希望能够默想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能够真正地 进入到他的里面 恢复那以耶稣基督 为中心的信仰 也希望 借着这样的信心 我们能够活出 得胜的一周 那么一起来 做一个祷告 主啊 感谢您赐给我们一点 带领我们来到了 主的话语面前 主啊 愿主 用主的圣灵能够再次 洁净我们 主啊 能够除去我们内心当中 所有的这些虚假 所有看着好的形式 让我们能够回归到 那最朴实的 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 求神能够引领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以上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